好今天正好有機會拍一下 我昨天正好準備好資料想要講的竹根三劍炎 一個人如果腳跟痛大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這條阿基里斯劍 阿基里斯劍又叫根劍 它為什麼叫根劍呢 它是把內外兩條的飛腹肌加上內外兩條的比目魚肌 他們這四條肌肉變成肌腱以後附著在根骨上 attached在根骨上 所以一般的竹根疼痛 第一個要處理的就是這個竹根的地方 竹根的地方就是阿基里斯劍會附著的地方 通常是因為挫傷而引起的增生 這些基劍的概法必須要把它撥開來 可是呢一般總是舒服掉其實除了阿基里斯劍以外 還有一條基劍就在阿基里斯劍的旁邊一點 在這個位置 它是從哪裡來的 它是從直肌連過來的 直肌是從膝蓋的外側 它是一個跨界修理車 從外界跨到這裡 所以這邊還有一個直肌的基劍在這裡 所以假設要按摩的話 透過按摩來解決膝蓋的疼痛 你這個阿基里斯劍的這個直點 這裡必須加以按摩 然後偏內側的這個直肌的基劍也必須加以按摩 所以我說這個叫做竹根三劍眼當中的兩個 那為什麼我說是竹根三劍眼呢 因為緊接著有太多人在這個竹根痛的時候 會合併所謂的竹底筋膜眼 可是根據我的按摩經驗來講 所謂的竹底筋膜眼根本不是竹底筋膜眼 為什麼呢 竹底筋膜眼的竹底筋膜走的是很淺的 它基本上是內側軀肌走在皮膚表面的 你看我按這種力度它都不會痛 真正會痛的是哪一個呢 來我們看一下電視這個圖面 看電視這個圖面 這是腳底的肌肉 其實真正受傷的是在第三層的這個脂肪肌 尤其是走耳跟拇指同一邊這邊的脂肪肌 這裡才是承認常常受傷的地方 看回來 剛剛說的脂肪肌它有兩個頭 其中這一個頭特別容易受傷 從拇指的這一頭 這頭如果要按開就不容易了 它已經是第三層的肌肉 要是我按我會用這個姿勢 2 3 2 4 4 再來 5 再來加一次 1 OK 這樣子 捆綁著根骨的三條的肌肩 才算是鬆掉了 2 重新複習一下 一條是走正中央下來的阿基里斯肩 另外從外側切過來的直肌肌肩 好 第三條其實是在腳底第三層的直肌肌肌肩 這些鬆開了以後請看這個 這個懷關節已經輕鬆很多了 已經可以玩了 好 左腳也是一樣 但是我們就先拍這一段 希望可以參考一下 謝謝